杨永创业时代天下片酬是真的吗? BABY是野模特出身的,谁也想不到她能红成这样,尤其是参加了跑男后,因为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让她收获了一大票的粉丝,然而好景不长,自从参演了电视剧后,那无法言说的演技,成为了人们疯狂吐槽的污点。 最近,杨永产后付出接拍电视剧《创业时代》,而这部戏给BABY的片酬,高达两个亿之多。 这只是一部四十集的电视剧,也就是说单价是五百万一级。 随后杨永工作室发表声明拒绝此事。 在此部剧开机时杨永就曾表示,这一次拍戏要热面真真,做好榜样,为全体的演员们立一个楷模。 最后还说,不忘初心,防得是忠。 可惜话说起好听,做起就难了,事后此话也成了打脸的证明。 近日,随着电视剧的开机,一位自称是剧组工作人员,也在微博删出现场拍摄的照片,并配文,创业时代正在拍摄中,主演黄轩的戏,杨永今天没戏。 据剧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杨永在开机不到两个星期,就经常无故玩起失踪,有时正在拍戏中,baby接个电话就匆匆地走了,不也管接下去的戏怎么拍。 对此很多网友也表示,baby的大牌也不是三两片了,细拍不下去,大不了事后如同孤方,不自上那样后期批图完成。 其实,我觉得明星之所以会如此大牌,还是导演与观众惯的吧?难道明星真的这么好当?大众的钱就这么好赚? 我叫,等一,如果哪位明星拍戏耍大牌不出镜,而导演任意为之,那观众们可以拒绝观看此片,如果是明星的问题,那没办法了,只要请那些脑残粉,别关注那些明星了。 不然到最后受伤害还是无辜群众,花钱得不到应有的视觉服务,长此以往只会让那些明星变本加厉。 追经要慎重啊,要追就得追那些得以双信的明星了。 现在很多小心肉不敬业,耍大牌等等丑闻铺天盖地,有了点名气和粉丝,就不知道自己姓神。 漫了,有人捧着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连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都没有。 VABY回归奔跑到对抗热吧。 陈克路涵狂小丑,奔跑吧将于浙江卫视6月2日,周五,21点10分播出第八期节目。 此前,由于刚生完孩子还处在产后恢复期,Angela VABY却洗了本季的前几期节目。 本周,VABY将在奔跑吧,上演其回归后的综艺首秀,兄弟团伐木类大支,也将首度齐举大连,一同为Angela VABY的回归庆贺。 节目中,兄弟团将分成两组有两,为女MC各自领队互相对抗。 比拼过程中,除了Angela VABY之外,各位MC都小动作不断。 陈赫,陈赫,陆寒两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开启疯狂抗小超模式,俨然一副要将港式进行到底的驾驶,阿夫叫黄车也作为独特道具出现。 究竟回归奔跑伐木类的Angela VABY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陈赫,陆寒等人疯狂搞事又是为何? Angela VABY,迪丽热巴美成姐妹花,两女,MC代队进行四对四, 比拼本期节目中,Angela VABY终于重磅回归,在奔跑吧上演了自己产后回归的综艺首秀。 刚一露面,Angela VABY就迫不及待地与每一位兄弟团的成员热情拥抱,显得十分欣喜。 最终与奔跑伐木类的新成员迪丽热巴亲密地站在一起时, 两人俨然一对好姐妹,而迪丽热巴也笑颜,感觉VABY解释来跟我搭档的。 Angela VABY与迪丽热巴两人姐妹花的状态, 大家还没看够,两人近代队开始了精赛分成的分组对抗。 这次全员首度内部分组PK, 知根知底的双方又会在游戏中有什么样的表现。 两位队长带领队伍,从室内的智力竞赛到户外的绿音场上, 开展别样的点球大赛,智力,运动的比拼究竟哪队能够更胜一筹。 最后最后的撕名牌环节,两位女队长也经过不让须美, 直接开始了一对一的较量,激烈程度让兄弟团们都叹为观止, 精彩指数令人颇为期待。 陈鹤,陆寒小超高事情。 微比吐槽郑凯太草帅了要论,高世青的能耐, 陈鹤绝对是个中高手。 游戏中,陈鹤与陆寒两人趁安折了微比不注意, 直接当着节目组的面开启小超模式, 由陈鹤用身躯阻挡视线,陆寒则躲在身后直接偷偷看答案, 两人配合默契不识眼神交流, 胜券在握的得意模样充满喜感。 而一直伸手矫健的小猎宝郑凯更是在游戏中一反常态, 掉以轻心,粗心大意的他让baby连连受挫, 惹得baby多次忍不住,吐槽郑凯太草帅了, 甚至多次怀疑队里是不是有内奸。 究竟陈鹤,陆寒为何能肆无忌惮地疯狂看小超却不被阻止? 郑凯的反常发挥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Angela baby的回归手秀,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6月2日,周五,晚浙江卫视奔逃吧! 责任编,及MP用户,分享,在相关热读和TOP呼马女恋鞋生曝光, 身材火辣,四宋市校男寒天团BitBang成员TOP目前以义务警察身份服役中, 却爆出过马丑门,据悉,她在自宅和一名女性共同吸大麻烟而被调查, 现该名女性身份也被曝光,以神似宋市校外形备受关注。 据韩梅报道,这名女子是练习生韩瑞希, 曾参加过选秀节目《伟大的诞生》,被称为女高女神, 因求好身材和神似宋志校,还没出道就受到关注。 虽然未能进12强,但不少事务所都对她有很大兴趣, 去年本来要以女团丢9日当,出道,最后落选。 而她在接受警方调查时,也坦言因为无法成功出道, 而压力过大,才会吸食大麻。 而因为她在T、O、P加一起过马, 也让外界相当关心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关心您,保护自己,远离毒品如何发现T、O、P吸毒。 警方还原完整经过韩国人气团体BitBang成员T、O、P、崔胜炫, 昨、一日,爆出去年10月在家中三次呼马遭逮。 韩媒报道,警方原先锁定的是一名余娱乐造型师, 之后才寻现发现韩性女练习生也染毒, 从韩女口中得知犯案地点曾在T、O、P加, 从韩女物品中确认她与T、O、P的关系后, 才出动对T、O、P进行采验谋法的检测, 最后一举捕获。 据The Dispatch报道, 警方去年5月执行扫毒专案时, 发现一名余娱乐造型师也在其中, 搜索造型师家中后, 发现骨科检测证确凿, 又由于该造型师是BitBang2M11的运用班底, 警方便把调查重心以往一人, 但没确切证据, 因此一时难以行动。 今年初, 警方揪出韩性恋习生涉毒证据, 女方在讯问中供出了T、O、P的名字, 警方担心证据不足就贸然将T、O、P 贸然抓来验毛发, 会引发大众不满, 便打算找出双方之间更有力的线索, 最后在韩语被没收的私人物品中, 确认了她与T、O、P的关系, 警方这才有信心采取行动。 今年4月, 警方到京畸道成功采取到T、O、P的毛发, 检验出炉呈阳性, 然T、O、P仍时刻否认染毒, 相关人士表示, 当时G、Dragon涉毒时, 坚称因是日本粉丝给的烟, 不知道是大马就抽了一口, 最后法院以G、Dragon吸食毒品病, 不是惯犯看出谎形, 如接T、O、P坚称抽的是电子烟, 与G、Dragon的说法颇为雷桶和T、O、P 活马女练习生曝光, 身材火辣, 四宋市校男寒天团BitBang成员P、O、P 目前以义务警察身份服役中, 却爆出活马丑闻, 据悉, 她在自宅和一名女性, 共同吸大麻烟而被调查, 现该名女性身份也被曝光, 以神似宋市校外形备受关注。 据韩梅报道, 这名女子是练习生韩瑞希, 曾参加过选秀节目《伟大的诞生》, 被称为女高女神, 因酒好身材和神似宋志校, 还没出道就受到关注。 虽然未能进十二强, 但不少事务所都对她有很大兴趣, 去年本来要以女团丢酒Utern出道, 最后落选。 而她在接受警方调查时, 也坦言因为无法成功出道, 而压力过大, 才会吸食大麻。 而因为她在TOP加一切货码, 也让外界相当关心两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关心你, 保护自己, 远离毒品。